男性从50岁起就可能得开始面临摄护腺肥大导致排尿困难等相关问题 台中有位80多岁的王老先生过去喜欢参加游览车团体旅游 到处爬爬走 不过因为摄护腺肥大的问题担心突然尿失禁 让他不敢报名旅游团 后来接受医院最新的摄护腺雷射弯除手术 取出超过90克的组织 而且手术无伤口出血量少 一举解决多年的解尿问题 王老先生开心的感谢医师一举解决他多年的解尿问题 让他能够继续爬爬走 台中有位80多岁的王老先生过去喜欢参加游览车团体旅游 不过因为罹患重度摄护腺肥大 担心突然尿失禁让他不敢报名旅游团 以前摸就是一部分摸不出来摸不接了就对了 只要快摸摸大摸摸摸到 改装要摸就摸摸就没摸就没摸就没摸 108点9月28号凌晨大概12点多 许多男性从50岁起可能就开始面临摄护腺肥大 导致排尿困难等相关问题 过去医界会利用电刀刮除手术治疗 不过开刀时间较长而且出血量多 让许多人担心 近年来利用雷射精进成雷射包除手术 不但手术过程出血量少更大大降低复发率 那传统的电刀刮除的话 它是像挖冰淇淋一瓢一瓢再挖 这样子的情形想要挖完一颗大颗的摄护腺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往往会挂之后挂不干净 所以有时候听到摄护腺肥大 说它开完怎么不满意 或者是开完没两年三年 又说要再次手术 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的摄护腺太大 以至于它一开始就没有办法 把它弄得真的很干净 所以相较之下我们这类型的晚出手术 它对于干净的程度一定是令人满意的 医师表示一般症状较轻的患者 建议先用药物来控制 不过超过65岁以上的患者 就建议用手术一次解决问题 也建议有相关问题的民众要先找医师询问 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